普朗西斯曾经在以前的出海经历当中 碰到过类似的女妖 不过和眼前的这些女妖的生命形态有些不同 更多的还是基于某种海洋类的变异种生物的基础之上 像这种纯粹的类似灵魂体状态的女妖 还是第一次见他 徐扬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们大家都要注意 相互之间别离得太远 这样就算这些女妖有什么特殊的进攻手段 也不至于陷入背头 荣耀战队众人纷纷点头答应了一声 而后各自缩短彼此之间的间隔距离 朝着这些女妖迎面而上 短暂的几次交锋 大家渐渐放松了警惕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付 这些女妖虽然生命形态很特殊 但是单独行动爆发出来的杀伤效果并不是很强 哪怕他们选择原地自爆 也根本不可能带给徐扬团队众人致命的伤害 不过就是一群花架的罢了 原本我还以为他们的经济场效果如此之强 没准应该会对我们造成一定强度的干扰 现在看来就是一群只老虎 古格拉斯拍了拍自己的肚皮一脸不屑 然而就在众人渐渐放松警惕的时候 一股无比强大的水属性气息轰然爆发 方向赫然就是在这小岛的尽头 而随着这股水浪气息的突然出现 每一名女妖的瞳孔都释放出了深绿色的光芒 显然是被这股特殊的领袖气息的影响之下 生命形态也有所改变 我就知道 这些女妖绝不会凭空出现在这 果不其然 她们背后真的有一个更加强大的领导者 领瑶这般开口 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虚空 锁定更远处的方向 只看到一个通体蓝绿色的绝美女子轮廓 映入眼帘 这女子手中还抓着一把权杖 同样凝聚着水蓝色的波涛 看起来气息十分的浓郁 这是传说中的神器 幻朝者之战 我知道这家伙的身份了 应该就是幻朝妖女王 想不到 她居然出现在了这座海岛之上 看到眼前这个女妖领导者的出现 古格拉斯身边的绝美女仆冷然开口 这丫头对无尽之海各方强者的情报 掌控原要比古格拉斯还要优秀 一眼便认出了这幻朝女妖王的真实身份 或许也是因为这段时间 荣耀战队的众人收获了太多的战利品 因此现在他们养成了一个坏毛病 那就是看到敌人手中有什么宝贝 第一时间便争夺于爆棚 这女妖王话音一落 突然举起了手中权杖 只一刹那间 比蓝色的波涛瞬间扩散开来 数不清的人头大小的泡沫 在这个权杖的本体之上 浮现出如同一场烟云 就这样大范围的飘散向 徐阳团队众人所在的位置 赶快躲开 徐阳大声喊着 团队众人纷纷行动 这是其他人哪里有他这般强大的身法速度 正打算移动 那些杂物已经提前锁定了覆盖气息的泡沫 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强化了速度 稳稳压制了荣耀战队 其他所有人 每一个人被这泡沫覆盖的 全部都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行动力 缓缓地悬浮在了半空中 哇嘞个擦 这权杖当真是个好东西 居然还有这样的功能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吹泡泡的样子 古格拉斯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危险 身体随着泡泡轻轻漂浮的过程中 居然还看着身边的绝美女仆 嘻嘻哈哈笑着 然而他的笑声还没有完结 就这样在半空中戛然而止 只因为古格拉斯感觉到了 一股窒息一般的微压 迅速覆盖上自己的全身 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 饿住了自己的咽喉一般 连呼吸都变得格外困难 紧跟着 古格拉斯尝试着释放自己本体的原始力量 突破这些诡异的能量泡沫 却发现不管它如何挣扎 这泡沫都会随着内部力量的爆发 不断膨胀 就是无法被撑破 看着荣耀战队众人一个个拼了命的扭动 妄图挣脱自己泡沫锁定的时候 这女妖王露出了不屑的冷笑 如同俯视着11个蝼蚁一般的嘴脸 高高在上的模样却是将她整个人的气质 衬托得更加精致高贵 然而很快 她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徐扬的身上 忍不住微微促起了眉头 果然不愧是领导这支队伍的最强者 她的身法速度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爆发到极致程度 甚至连她的泡沫都无法将其立刻锁定 果然不简单 没一会儿功夫 这徐扬却做出了让这女妖王万万没想到的举动 居然闪到了这女妖王的背后 一并将那一道泡沫牵引向了女妖王所在的这一位置 小姑娘 你年纪轻轻就在我面前扮演妖王的角色 你觉得这合适吗 女妖王感受到有人在自己耳边吹气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瞬间暴怒猛地回转过身 一脚踏出 却终究是落了下风 被徐扬这般轻而易举地抓住了脚踝 这就生气了 你敢对我的人动手 我自然要对你动手 这个买卖岂不是很划算 女妖王勃然大怒 本能地想要再次举起手中的权杖 然而她很快发现徐扬的力量 似乎将她的身体完全遏制住了 不管她如何抗争都无济于事 赶紧放开我 否则我一到命令 就会让你所有的队友们全都窒息而亡 徐扬脸上的微笑更加浓郁了几分 你将他们如何 我必定会十倍百倍地奉还于你 赶快放了他们 才是这场对抗游戏重新回到原点的基础 女妖王似乎从来都没有被人碰过身体 脸色很快变得娇羞了几分 就算她再怎么震怒 在徐扬看来 也不过就是个小姑娘羞涩的模样罢了